你说为什么 如果你出去一整天回到家里 谁都对你不闻不问的 你会高兴吗 正因为她是我请来的客人 所以我更要关心她 爱护她 不希望她再惹出什么麻烦来 也许是我多虑了 我的孩子 但现在时局动荡 我又处于这样的位置 对可能发生的意义 主啊 但愿我不至于犯下一个错误 把一个反对英国政府的人 请到自己家里来 埃拉 如果易先生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你一定要随时告诉我 你让我监视易先生 不 不 不 说监视太严重了吧 应该说是保护他 懂了吗 我的孩子 请进 易先生 易先生 你问的那个谈判情况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怀疑你有别的什么目的 让我监视你 是我疏忽了 但他怀疑的没错 邓文 廖 鹏侯 这五大家族正在联合各乡的民众 抗英宝土 挑头的就是那个锦田的邓博雄 哦 他们居然敢和英国人对抗 他们凭什么 他们乡下人手里的那些大刀长矛 鸟墙火冲 在洋枪洋炮面前 不过是一对破烂而已嘛 少爷 您不知道 他们已经在筹款买枪了 买枪 要买多少 这还不太清楚 不过 看他们凑钱的那个阵势 恐怕不是小数目 这大批的枪师 他们上哪儿去买啊 香港 香港 他们好大的胆子 我倒要看看 有谁敢在 这老虎的嘴边拔毛 这牵线呢 是望海炉的阿旺 后台是 冯老强 冯老强 他们相迎作乱的这种事情 他也敢插手 看来不妙啊 冯老强的手下弟兄 虽然不险山不漏水 但几乎无处不在 他们的势力很大 一旦和那些乡民纠合起来 就麻烦了 少爷 依我看 要想镇住这个冯老强 看来得请老爷出面 老爷 当年 单传独奖闯天下 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 再说 和这个冯老强也打过交道 还是港府委任的太平绅士 高过他一头啊 不 恐怕这还不够 我还要打出更硬的王牌 少爷的意思是 我先去探探他的口风 喂 金先生 给我接冯爷的海滨别墅 请问是哪个冯爷 在香港数得着的 有几个冯爷 冯老强 好的 您稍等 喂 你好 是冯爷吗 晚辈持梦还 这么晚 打泰勒分给你打扰了 哪里哪里 我和令尊大人是老朋友了 赤先生也不必客气 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 怎么样 令尊的身体还好吗 家父去年病了一场 现在已经康复了 他特地嘱咐晚辈 带他向你老人家问好 谢谢 赤先生打电话给我 恐怕不只是为了问一声好 有何尖叫 不敢当 晚辈一直没有机会孝敬您老人家 想在明天晚上请你吃顿便饭 请务必赏光 谢谢赤先生的盛情 我很忙 这顿饭就免了吧 冯某无功不受禄 晚辈知道 冯爷并不是谁都请得动的 我还不是仗着家父的这点面子 才敢向您开口 是这样 晚辈在生意上面 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除了冯爷 晚辈还能求谁帮忙呢 话都说到这份上 这顿饭我要是不吃 那就太不够朋友了 说吧 在什么地方 几点钟 明天晚上八点 在望海楼 恭候逢爷光临 好 一言为定 这顿饭 要吃得看得见碗底 冯爷 ek 火 冯爷 你 快点 吃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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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点 好 好 好嘞 冯爷 您老人家怎么 有人请客 我先来了一步 您老人家里面请 请 冯爷 请 张贵的 茶 方爷 我们小姐订的那批货 还要请您老人家 多费劲呢 你只不过从中赚点小钱 急什么呀 不是我着急 这买主那边催得急 这迟迟的不到货 我在小姐面前 都不大好警示 货嘛 你放心 没问题 水路上那帮鱼别虾蟹 敢在我这太岁头上动土的 还没出声呢 是 是 现在倒遇到点小麻烦 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谁呀 就是今晚请客的那个池孟环 他冲的也是那批货 好 两位先生请 封爷结足先登 晚辈来迟了一杯 是尽是尽啊 不客气 今天先入为主 由我做东 不不不 这哪能让冯爷破费呢 义堂 你少在那跟我多嘴 想当年我跟他家老爷 走广州下澳门 我们可从来没分过彼此啊 是是是 那是 池风两家 那不是一代人的交情 嗯 坐吧 阿旺不是外人 用不着避讳 再说 今天这事他也躲不开呀 要不然 池先生为什么要特地 选着望海楼和我见面呢 冯爷的眼力果然了得 我还没有开口 就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 小意思 说吧 那批货 爱着你的路了吗 是的 家父的意思 是要和冯爷商量商量 打住 都在江湖上混 谁不知道谁的底细啊 你就不要冲黄山 不错 当年 我和他打过交道 现如今各走各的路 井水不犯河水 告诉你 他的那个太平绅士的头衔 呼呼老百姓也就罢了 要是在我冯某面前 拿着鸡毛荡令剑 我不出这套 何叔 不要东西 冯爷误会了 我们家少爷不是那意思 什么意思 你要是缺钱话 跟我说一声冯某奉送 但要想打我那批枪的主意 咽过拔毛 休想 冯爷 晚辈到这来 不是来向你借钱的 当然 也不想挡你的道 只是私下里替你担心 你知道这批枪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干什么 事实上 只要有卖的东西 那么 有卖就有买 至于他愿意干什么 与我无关 看话是这样说 但这批枪械的买主 是新界的买枪民 他们买枪是用来对抗港府 你也不想一想 冯爷跑的是英国人的码头 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我怕什么 枪还是英国人造的 能说是为了打英国人吗 英国政府也没找军火商算账吗 在香港的洋面上 每天都有集私船和走私船 转来转去的 怎么了 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是警察也得靠我们水客来养活呀 谁也不要断谁的路 就是这么回事 迟先生 大可不必为我冯某人担心 我手下的人都是磕过头 蒙过势的 万一有什么差错落到了警察手里头 跳脑袋他们也不会卖主求荣 我活得自在活得逍遥 明天一早洋人见了我 照样跟我说一句 酷得猫腻 冯爷这么笃定 你大概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的知情人和警方 还有某种联系吧 这个人是谁 冯爷 不是我 我向你发誓 是我 你 干什么 冯爷 冯爷 别紧张 我没带枪 中央警署特别通行这儿 中央警署特别通行这儿 你是秘密警察 不敢当 只不过在没权利警察司手下做点小事 好小子 你是冲我来的 冯爷 看你想哪儿去的 我家少爷那是最讲义气的 怎么能做出那种事呢 再说 您和我们家老爷那都是老朋友了是吧 既然如此 那么你想干什么 冯爷 怎么好话好说 你看是不是 说吧 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留下那批货 那可不行 那批货已经有主了 我不能言而无信 是啊 是啊 到时候交不了货 我怎么向媚娘交代 陈先生 请您高代贵手吧 冯爷 我既不能误了你的买卖 又想把货留下 请冯爷行个方便吧 我倒要领教 冯爷 这是我家少爷的一点心意 请您孝大 跟我来这套 太看不起我冯某人了吧 说得好 以冯爷和家父之间的交情 比真金白银还要贵重 这点小意思 是为了你手下弟兄们的 阿王 收下吧 是 多谢冯爷 多谢池先生 既然 池先生这么讲义气 我冯某人也不能不够朋友啊 不过这件事要办得天衣无缝 恐怕功夫还在交接上面 怎么样 咱们仔细商量商量 好啊 来 喝酒 小二 上菜 二长回答 小姐叫你呢 知道了 你去吧 赶紧上菜啊 冯爷 您慢用 您慢用 小姐 你叫我啊 阿王啊 进来吧 听说前面来了几位贵客 是什么人呢 是冯爷 是冯爷和他的两位朋友 冯爷 你是说冯老强他亲自来了 是 这么说 事情一定是办得差不多了 是的 我刚才正在和冯爷商量交货的事 所幸我去见见他 也好顺便把事情当面敲定了 小姐 你还是不要去了 这件事我儿的定法 你毕竟是女孩子家 出面还是不方便 要是我阿爸还在 或者家有三兄二弟 哪用得找我一个女孩子出去 抛头露面呢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人家都来我家了 我躲在屋里不出去 算怎么回事啊 太失礼了 小姐 你千万不能去 这倒奇怪了 冯老强已经到了我的楼上 我为什么不能和他见个面呢 难道我欧阳美娘就这么见不得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小姐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了 你是怕我知道 你报的价不实是吧 这没什么 我早就打出富裕来了 这里面肯定有你赚的 事成之后 即使冯老强那边不给你好处 我美娘保证 一个铜板也少不了你的 小姐 天地良心哪 我 我哪想赚你的钱哪 那你还怕什么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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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的还是不要去见的 冯爷 冯爷 失敬失敬 客人先走了一步 我留下来就是要讳讳你这个老板娘啊 冯爷光临小殿 美娘不胜荣幸 客气了 不错 旺海楼的鱼饰烧得还是那么好 味道和当年一样啊 多谢冯爷夸奖 不错 难得冯爷到此给旺海楼长脸了 晚辈以茶代酒 敬你老人家一杯 我看你这个旺海楼打理得不错嘛 谢谢冯爷 还是承蒙各方朋友的关照 好 冯爷 晚辈想借此机会 向你老人家讨教一下 怎么了 关于那批货 哦 小姐放心 那批货已经到了 如果小姐方便的话 那么下星期二夜里十二点 在什么地方 积水门 街巷的船挂红灯以此为号 切脱暗语嘛 我会告诉阿望的 怎么 在海上挑街货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钱货两清 风险各自承担 哦 怎么 小姐还有什么犹豫的吗 我可告诉你 这么短的时间内 弄到这么大一批军火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是啊是啊 多谢冯爷 我也是受人之托 还得把你的意思 转告给买主 那好 我等你回话 风陌告辞了 嗯 怎么样小姐 我很没跟你说一句假话吧 事情跟你办得妥妥当当 现在你心里总该踏实了吧 货还没有到手 我怎么能踏实呢 交货的日子不是已经定了吗 剩下几天过去 明天我到锦田去一趟 让邓少爷按时接货 你去 怎么 你对我阿旺不放心呢 不是对你不放心 只是在海上交货 我心里总觉得没有提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去 得和熊哥商量商量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 王存善已经返回广州 看来中英双方的境界谈判 好像是不欢而散 这么说 广东官府也并非软弱可欺啊 是啊 我派弟兄们把接铁撒遍了广州城 也不见官府有什么动静 看来谭大人果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要谭中林敢于和洋人对峙 不肯让步 这就对我们非常有利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还怕什么 我现在就去通知弟兄们做好准备 好 护尘兄 多谢你拔刀相助 老弟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 同是新安人保家乡搭洋人 这是分内的事 只要你们一声令下 我立即调集人马 听从你们的指挥 好 好 月东武馆那可是威震难天 有你们配合作战 必然是如虎添翼 不过 英国军队武器精良 人员训练有素 万万不可轻视 京师兄说的对 这又不是擂台比武 洋人手里有洋枪洋炮 我们不能只靠大刀长矛 拳打脚踢 对了 你们买的那批快枪 什么时候到货 大哥 不用你催我 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 不行啊 你把买枪这样的大事 委托一个女人去办 靠得住吗 媚娘绝不会坑害我的 还有那个阿旺 她是跟着我师父在万海楼创业的人 也是靠得住的 何况还有那个神通广大的冯老枪 你还是问一问 催一催吧 这两天 如果那边还没有动静 我就跑一趟 阿宽 轿子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牧师 准备好了 牧师 阿宽 轿子准备好了 牧师 爹地 你今天怎么走得这么急 早餐也吃得很少 我得赶快到码头去接船 你们吃吧 他怎么又去接船 不知道要接的是什么人 可能是王存善从广州回来了 诸位 中方定届委员王存善候补道阁下 今天已经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我对此表示欢迎 英国女王陛下请命香港总督 兼驻港皇家部队总司令 亨利亚瑟普利爵士到 总督阁下亲临会场 这充分表明了英国和香港政府对于谈判的诚意 我们期望中方也以同样的诚意 消除分歧 解决争端和我们达成共识 毕人前天回到广州 立即觐见谭志台 将谈判情况和贵方提出的意见 如实转告 谭志台指示毕人 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系由毕国总理衙门大臣 与贵国公使签订 经双方君主批准 依据法律效力 谭志台作为两广地方官员 自然无权更改 专条所复年地图 系由贵国制定 由贵国公使交于毕国总理阿门 定届理应以此图所标示的直线为准 所以谭志台表示 不能接受贵方所提出的 超过此线标示以外的要求 请诸位大人见谅 我很遗憾 王道 你带来的信息丝毫也不新鲜 又一次对我使用了飞驱来气 而且这一次绕的圈子更大更远 我 尊敬的王大人 总督阁下要我告诉你 上次我们说到的深圳和沙土角 对于香港有着重要意义 希望梁广总督阁下充分理解这一点 我已向谭志台讲得清清楚楚 可谭志台说 深圳是西安东部要塞 沙头角濒临大棚弯 其地理位置举足轻重 而且这两地都在专条复年地图 所标直线以北 理应归中方 断无出让之理 这些话你在上次已经说过了 再三重复毫无异议 碧人不能不如实转达谭志台的意思 我等了你两天 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答复令人非常失望 谭志台说 广东与香港山水相连 鸡犬相闻 友好相处最为重要 他希望早日确定边界 以保地方宁静 百姓安居乐业 谭志台对于边界的具体走向 也做了详细指示 诸位大人 请容许碧人在地图上向各位大人加以说明 算了 如果你仍然抱着那条直线不放 那就不必讲了 这 不 让他说下去 讲 诸位大人请看 深圳和南部这条支流 上街红花岭 由此以礼向东 可达沙头角 这条直线虽然不是笔直的 但与专条年复地图 大体保持相当 也避免了人为的割裂村庄 而且以河流山脉自然走向为界 与司县大人所见相合 我从未提出过 以这条小小的支流为界 这只是你的主张 不不 碧人不过是转达谭治台的指示 梁广总督的指示 对我们没有任何约束令 如果你只会重复这些废话 我就拒绝继续谈判 总督各下 我建议终止谈判 很遗憾 我为没有完成你对我的委托 而感到惭愧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洛克先生 而是广东方面的不合作态度 破坏了两国政府已达成的协议 我同意终止谈判 并且立即将这一情况 点告我国驻华公使斗纳勒阁下 总督大人 司宪大人 林大人 我收到情报 他们在买枪支 枪 这个消息可靠吗 是的 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 池先生 绝对可靠 冯老强当面告诉我的 下个星期二 晚上十二点整 在吉水门交货 这件事太重要了 必须马上报告总督 好的 各下 我马上就去 不 现在不行 总督现在正在主持定届谈判呢 我奉命前来谈判定届 现在叛徒而废 回去 怎么向谭治台交代啊 现在 总督和府政司 已经去给北京打电报了 请斗纳勒公使 向贵国总理衙门提出交涉 这就要引起两国之间的纠纷 总理衙门必然要追究责任 王大人 到那个时候 恐怕你就吃醉不起了 据我所知 在贵国的历史上 由于对外交涉出了差错 而在了跟头 不乏其人 动辙就是 隔职查办超莫家产 更有善者 因此丢了性命 还要株连九座 我冤枉 我 我冤枉啊 冤枉什么 那不是我的责任 那是谁的责任 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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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谭治台的主意啊 王大人 贵国有句古话 叫做 复朝之下 安有完了 若是朝廷查办了 梁光总督 又有谁 替你这位厚普道 辩白责任呢 我今有难 大人不会见死不救吧 我实在是 爱莫能助啊 爸爸吧 万不得已 也只好如此了 阁下有什么打算 我从广州出发之前 大人不瞒你说 林老师 那边怎么样 总督阁下和福政司阁下突然退场 把他吓坏了 他害怕你们真的给北京打电报 所以就向我交出了底牌 什么底牌 王存善从广州出发之前 谭仲林曾经请示 总理衙门李鸿章赴殿指示 为确保谈判成功 便捷可以做适当的让步 如此看来 这李鸿章要比这谭仲林开明一些 但是这个所谓的适当让步 他到底有多大的幅度 阁下 适当这个词 怎么理解都可以 我们正好借此 把边界向北大大推进 夺取深圳和沙头角 这也正是苏尔兹伯里首相 和张伯伦大臣的冤枉 阁下 如果索取太多 恐怕很难让中国方面接受 而没有 谭仲林的手肯 王存善也不敢做出许诺 这个可怜的人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林牧师 你毕竟是一位牧师 心慈手软了 是吗 独县大人 私县大人 毕人不才都有冒犯 精情减量 王大人 我已经说服了总督阁下 和辅政司阁下 请他们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来 如果你愿意重新考虑边界方案 这将是一个解决争端的机会 希望你不要错过 那是大人 林大人从中斡旋 毕人感激不惊 自应结成合作 毕人愿对前番所提出的边界方案 再做修正 我方愿意放弃支流 将深圳河主流作为中英界河 速河而上 穷尽河源 与沙头角河相接 向东南入海 王道 你为什么仍然把深圳和沙头角排除在界限之外 不 这不行 边界还要后退 要把这两个急阵包括进来 四县大人 毕人 毕人不是不懂大人的意思 可是请大人也体量毕人的难处啊 谭志台言辞命令我 深圳和沙头角绝不可让 毕人为了满足贵方的要求 想方设法 尽一切力量将界限北移 现在让步已经让到极限了 再无余地了 如果 如果仍不能满足贵方的要求 毕人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既然如此 我就只好另外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习天尊便吧 你们 要打电报 那就打吧 无论是 打到广州 打到北京 都请便吧 要杀要寡 随你们的便 毕人 只好听天由命吧 天不留我王存善 有可奈何呀 总督可行 王道 请冷静一些 尽管你所说的理由 不足以使我放弃 对深圳和沙头角的要求 但是 考虑到你的处境 我却不能不深表同情 我打算把这个问题 提交北京讨论 北京 你们 到底不肯放过我 这不会影响到你的人身安全 我是准备把深圳和沙头角的问题 暂时搁置起来 提交 窦拿勒公使和贵国总理衙门在北京讨论 多谢四县大人 网开一面 离人 总算解脱了 不 我们之间的公事还没有办完 所以 要善始善终 签订一个协议 什么协议 请四县大人明示 以你提出的最新方案为基础 画出一条临时边界 对 这当然最好不过了 这样我回到广州 对谭治台也好有个交代 多谢四县大人想的如此周到 不过我对你的建议还有一个小小的补充 四县大人请讲 我同意将深圳和作为界河 但是河流本身的归属也应该明确 我认为应该以他的北岸为界 也就是说把整条河流都画在英国界内 如果你希望我接受这个方案 就必须要这么做 明白吗 必然明白 南岸北岸相差不过几丈远 就全部画归贵方了 总督阁下我认为他们这种态度 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吧 免了许多麻烦 就一丝线大人了 干杯 王道 今晚我将设宴请你品尝牛排 你喜欢几成熟 多谢大人 您呢 我喜欢吃带血的 带血的好 带血的好 我喜欢吃饭 我喜欢吃饭 你能想吃饭 我喜欢吃饭 你吃饭 你能吃饭 我吃饭 就不吃饭 我吃饭 我看你吃饭 我来吃饭 爹地 爹地 你好像很累 是啊 这比传经不道还要辛苦 好在总算没有劳儿无功 能让总督满意就好 你是说总督对今天的谈判很满意 他今天好像 你问这些干什么 阿辉 开饭吧 我已经很饿了 总督阁下 傅政司阁下 你们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已经该吃晚饭了 可是总督连午饭还没有吃 这样会把人饿坏的 没有办法 接管工作破在眉睫 我们已经忙得没有吃饭的时间了 先吃点点心吧 我去准备晚饭 我的确很饿 对不起 我去听说我走得太急了 对不起 警察司阁下 怎么回事 没啥 报告阁下 我刚刚得到的情报 一批走私的枪械即将在新界登陆 什么 你得到的情报可靠吗 绝对可靠 这是我的人提供的 这批枪械将在下个星期二的午夜 在吉水门交接 梅上尉一定要截获这批武器